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不是一则特别大的新闻 因为对一般老百姓来讲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纯粹是一则影响层面很小的社会新闻 因为新闻主角的这两人 并不是决策人并不是大人物 他们和我们都是一样 都是平常人家 但是我们在种族跟宗教的氛围之下 这则新闻就把不少人内心的一些感觉 跟一些感受给挖出来 它反映出某个社会层面的一个事实 就是不少人还是存有种族的偏见 比如说认为马来人是不够积极的 依靠政府的拐杖过活 那么华人就很爱喝酒 那么爱才如命精打细算 那么印度人就是有诚信的问题 那么不讲理 其实这一些东西 都活在我们生活的四周环境当中 只是这一些人的原型机制 没有被摆上网而已 如果被摆上网的话 就会成为另外一个课题了 那在林丽莹的这个安排之下 Eddie就制作了这个视频 就道歉 当时候在场者 也包括了西蒙成员党的一些代表 Eddie就承诺说 将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 林丽莹说将会交由 这一名啤酒的推销员 决定是否要接受Eddie的道歉 林丽莹说 自己报警并不是为了要对付Eddie 而是希望新政府 能够重新重视 改善种族关系的这一个观点 那警方是以刑事发点第509条文 也就是侮辱他人的这个罪名 来调查这个案件 那一旦最重的话 会被判监禁最高五年 或者罚款 或者两者监视 事件一爆发之后 那么网民的指定动作 就是人肉搜索 这四个字 把主角Eddie的过去的事情 全部给挖出来 包括公开他和他家人的联络 工作资料 然后他的孩子在哪里读书 搞到Eddie必须要把他这个面子 书给关掉 而这个事情同时也引发出 另外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东西 值得我们讨论的现象 就是有些人在社会散播着仇恨 把这种愤怒跟不满 扩大到他人家庭 以及他的这个成员 家庭成员的这个身上 人啊 往往很多时候就一 踢上心头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失去理性思考 那么就把别人的祖宗 十八代做过的事情 全部给挖上来 那么其实犯错的是 Eddie一个人而已 并不是他的这个妻子 或他的儿子 或者是他的其他人 我们也无需太过激动 把这个矛头锁定 他的这个家庭成员 那么因为这种做法呢 会伤害到他的这个家人 特别是他的这个孩子 是 我们常常说呢 其实一人住室一人当 就是不要祸及其他的亲属 那教育部的副部长呢 张念群呢 就呼吁了网民就是要停止呢 转发Eddie孩子的照片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网络上 其实可能有些人也注意到了 网民的这个人肉搜索呢 已经把这个孩子的照片 还有所读的学校呢 已经公开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其实会让这一些年幼的孩子呢 在学校可能会受到一些歧视 或者是欺负 张念群也说呢 即使Eddie的行为不恰当 那网民呢 也不应该以报制报 甚至有些人还扬言说呢 要到学校去找他的孩子算账 我觉得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那另外呢 案件的这个女推销员呢 就决定了 她表明说 不再进一步的追究这件事情 那她通过呢 大马的CASB公司呢 就发表了声明之后 也感谢各界对她的支持 还有呢 就是所有鼓励的话语 不过同时呢 她也促请各方要尊重她的隐私 也就是停止转发 有关她的任何照片 影片或者是个人资料 Eddie她自己也承认 她自己是来找杂 就是Charlie Basar 以及Shoksen 所以就把这一个东西呢 就poge上网 就是她辱骂 这名女推销员的这个视频 其实呢 我们也一直 我们其实在这个课题上呢 无需一直紧咬着Eddie不放 因为这一种的 这个宗教的这个课题呢 如果一直紧咬的话呢 那么它就会在宗教的角度上 不断地在打转 因为一直打转的后果呢 就是大家都没有办法 跳出这一个讨论的这个框框 而且在打转的过程当中呢 就有一些人会趁机来逞民族英雄 来逞做这个自己族群内的这个英雄 那么过去61年来呢 其实大马种族的情况 并没有因为509的变天 而会一下子好整 也不要有太大的 这个太天真的这种想法 认为说一旦改变之后呢 所有的东西都会在一业之间 变得很好变得很美 其实呢 我们社会往往是缺乏理性 而政策的施政呢 就必须要兼顾到公平跟公正 而身为人民呢 我们也应该要有素质 在批评别人的同时 也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批评的对象 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 我们来换个焦点 关注一下中文路牌的中意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